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的一种说法是说当时洛阳和西安两个城市很发达 一个为东京 洛阳在东辈 一个为西京 西安在西辈 当时这两个地方发达 贸易互通往来 人家想买点好玩意儿啊 要么得到东京 要么得到西京 所以简称的说你干嘛 我买东 就到东京买东西了 我买西 我就到西京进货去了 所以时间长了 说买东西就代表着这种贸易啊 或者自己生活所需啊 买的事物 那么当然这里头它还有它的哲学道理 什么道理呢 为什么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 这得跟咱们阴阳五行学说弄到一块儿 咱们中国古人呢 把方位啊 事物啊 春秋四季啊 颜色啊 都弄到一起来 它有个统一说法 比方说东方 为青龙 属木 西方为白虎 属金 南方是猪雀 属火 北方人鬼属水 中方藤蛇属土 你琢磨琢磨东西为金和木 这金和木呢 是固体 你是装到篮子里的 在摸这些有形什么好弄 南北是水火 你说你能把水火装篮子里头 夹到胳膊底下就走吗 不可能 所以东西为可控的固体事物 南北不是 南北为水火 所以买只能买东西 它买不了南北 你明白这道理吧 就中国文化的历史处就在这 它都在阴阳五行的学说下统一关联着的 所以咱们说 买东西不能买南北 它是阴阳五行学说 在市井中的一种体现